謝謝主席 滿有請主委 好 滿有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2014年的318運動 我想非常重要的一個訴求 是說 我們跟中國政府彼此之間 在進行交往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陽光 要透明 我們拒絕黑箱的密室協商 我們也拒絕 竟然可以兩岸的權貴跟買辦 來可能犧牲台灣人的利益 也正是在這個脈絡裡面 當時提出了兩岸彼此之間的協議 監督機制要法制化 目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對這個規範是非常非常的弱 也正是因為那個樣子 當初提出了這樣的立法訴求 實質上 也得到了當初朝野兩大政黨的承諾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蔡總統 在競選2016年的總統的時候 她是怎麼說的 很針對的回答剛才的問題 我們的立場很明確 我們會把兩岸監督條例 在下一個新的國會 列為優先法案 在下一個新的國會 列為優先法案 主委你知不知道 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我們的立法進度是什麼 好像有送進來 有六個版本 什麼時候送進來的 其實是在上一個 上一屆立委 國會的時候 沒有啦 我們就講2016年以後 因為我們就是 對舊的國會沒有期待 所以人民才會用2016年 組成新國會嘛 送進來的時候 2017年 送來這個委員會 兩次開會 全部都在程序發言 立法的進度實質上是零啊 那當然 我們的立法部門 該審的法案不審 我們有無可回避的責任啊 當初到底 為什麼程序發言 可以朝兩次委員會審查的期間 一次條文實質的進入都沒有 但是 我也要看我們陸委會 之前第一次 2017年 第九屆第四會期 陸委會業務報告 要推動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早日完成立法 這是張曉月任內 不關您的事 但是到第五會期 到這個會期 你們都說會 積極破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 現在 已經是倒數第二個會期了 從陸委會的立場 這個法案 要不要履行蔡總統的政見 因為這個是原來民進黨的黨版啦 那我們當然是 這個尊重民進黨委員所提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比較迫切還是政治議題的這個 這我了解啦 這比較迫切啦 就是說事情 我們一定要講清楚 我們當初在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時候 不僅僅是我們覺得連碰 或許都不該碰的政治性協議 大家也很擔心什麼 服貌 貨貌 那個不是只有對主權的傷害喔 那個會對於台灣非常多的中小企業 非常多的勞工 造成劇烈衝擊的 即使 這種經濟性的法案 我們也認為應該要建立監督的機制 那現在什麼 搞到倒數第二會期了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當初的承諾 由言在耳 實際的進度 根本看不到 大家被逼著什麼 被逼著是說 好配合 你們現在入委會的腳步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先放著 讓我們回來 放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處理政治性的協議 但是我還是要跟主委講 這個跟當初的承諾 跟當初我們計畫要處理問題的範圍差太多了 您不覺得嗎 是 情勢有些變遷啦 什麼叫情勢有些變遷 如果2017年在這個委員會 大家就認真的審法案 可能早就通過啦 不是嗎 情勢有什麼變遷 這個跟委員報告的 這個 2號習近平的一國兩制 台灣的夯案 這個我了解嘛 所以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對啊 是不是讓 我們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嚴肅的問題啊 所以我也贊成 謝謝 趕快現在處理嘛 但問題是 你看2017年的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就政治性協議的部分 包括了現在入委會在推的 雙保險的制度 當初都設計在條文裡啊 當初好好的審這個法案 面對剛剛主委所講的 習近平拋出一國兩制 這麼敏感的事情的時候 台灣的民主防衛機制 在法制面上 我們可能就建立起來了 跟委員報告 因為民進黨版本裡面 沒有針對政治議題的協商 提出高門檻啊 我們的版本有啊 我知道我知道 時代力量版還有 文美女委員的版有啊 對嘛 那你今天要立法 就開他們走大路嘛 今天你不是說只有看 民進黨的版本沒有 所以不審 其他黨團的版本有啊 你也可以納進來啊 那是大院的這個 是啦 我主委您講這句話齁 身為立法委員的一份子 我也同意啦 我們自己要深切反省 但是 我希望 主委針對這件事情 陸委會提給 立法院的業務報告 不是寫作文 不是寫好玩的 我們是真的有決心 要推動這個完成立法 請立法院加快腳步 作為一個陸委會的主委 我希望你能展現這樣的態度啊 我還是希望 我們明天那個行政院議會 就會通過送到大院啦 政治議題的協商的監督機制 是不是 是有輕重緩急 這個是太迫切啦 請委員支持 我也看到時代力量 也有版本出來啦 我們就加快腳步好不好 其實主委 加快腳步 你看啦 我們一直都很支持啦 才不排得上議程喔 謝謝委員 不是我們再決定的啦 今天喔 針對有關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假中資 真中資假外資啊 跑來侵害台灣的市場秩序 傷害台灣投資大眾的行為 陸委會提出版本 我表示高度的肯定 因為現在12萬罰到60萬 根本是開玩笑 來看一下喔 鄧正宗 當初還是馬英九的政務官的時候 但是 台灣是第一個 會採罰阿里巴巴全球的國家 他感覺到很自豪 我那個時候看了這個新聞 到今天 我的感想都是一樣 阿里巴巴十收資本額13億 侵害台灣的資本市場 一次罰12萬 一次罰24萬 這個叫重罰 主委你覺得會不會罰太輕啊 這個有值得自豪的地方嗎 罰阿里巴巴24萬 新台幣24萬是個什麼概念啊 就好像罰我新台幣2塊錢一樣 這有什麼好自豪的啊 主委你會因為這個財罰 而感覺到自豪嗎 破壞台灣的法律規定 傷害台灣的資本市場 結果重罰 24萬跟12萬 我們的鄧正宗啊 現在也在內閣裡面 深感自豪 主委你會覺得自豪嗎 我們加快腳步來把這個 今天這個法案 是不是審過 好沒有關係 時間也到 我不要耽誤其他委員的時間啊 我希望齁 今天在審法案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把過去長久存在的這個法律漏洞 這個立法上面的態度啊 趕快把它補起來 謝謝 謝謝委員